看看新闻吧 美国脱口就女王奥普拉温弗利 简方达阿伦瑞克曼 罗宾威廉姆斯等重新云集的人物传记篇 白宫管家在纽约举行了首映 白宫管家改变自真人真事 将说了一个为白宫服务了34年的黑人管家的传奇一生 在他任职的34年间 他先后服侍了八位总统 而他和他的家庭正是经历了美国社会的一次次重大历史巨变 在《哈利波特》中出演双面卧底的阿勒瑞克曼 这次将扮演里根总统 而肯尼迪总统将由帅气十足的詹姆斯·麦斯登扮演 就连喜剧演员罗宾·威廉姆斯都将出演总统埃森豪威尔 而尼克松总统则是由约翰·库萨克扮演 要这么多大腕明星来演戏这成本 可是不想导演怎么负担得起呢 从当代的话来看 吸引众多明星来参演的不一定是天价心血 那是什么呢 首先来听听玛瑞昂·卡瑞怎么说 他连续